字幕提供 所以那個事情我們暫緩一下 因為我知道還有人還沒拿到 我們就再等一等 好不好 那你們自己看一看有什麼 讓你們覺得眼睛為之一亮的地方 然後他們可能也覺得你寫太長了 不公平 真的沒有關係 我們大家沒有限制制數 你如果覺得我寫不公平 那我是用非的嗎 那如果我是用一個字一個字爬的 那你也可以爬 大家一樣都能欣賞 我不要那麼辛苦 你不寫你不能叫別人不能寫 還是要考試的時候有人說 老師他怎麼寫三千字我怎麼寫三百字 那我叫你寫三百字 你可以寫三百字啊 那沒有辦法 這個實在是很無奈的事情 大家都已經到了這個城市了 要說什麼 好我們今天要講第八獎 第八獎今天東西比較多 我也不確定我到底能不能夠講得完 但我盡量好不好 有一些部分呢可能 但我講不完的話呢 就要拜託你們回家自己看 立法院這個事情啊 講起來故事是很長的 始終他就是在我們中華民國憲政裡面的主角之一 但這個主角呢看要怎麼演 自從我們民主化以後 定期選舉以後 這個主角當然是越來越重要 而且它的舞台呢越來越大 是不是 好我們看一下 咦 我剛剛按錯了一鍵 我們看一下它的標題 好不好標題 這個標題呢是立法院 那我用了一個比較俏皮的話講 這個標題就是這一張 就叫立法院 我也沒什麼辦法改 但是我只能動呢它的副標 我想這句話呢以前上課上到現在 你要跟著走 你一定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他從老闆變成了對手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誰是老闆 民意正式責任正式誰要選 誰代表民意 所以他是老闆 但是現在呢很抱歉 因為總統也只選了 而且總統直接任令行政院長 雖然行政院長還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 但是最高行政首長是由總統任命的 那你覺得誰比誰高 不只是任命 而且是他命的 所以總統已經實質上指揮行政 所以現在呢 假如上次看到那個 五權分立的那個圖裡面 還有印象嗎 在哪一頁 書到哪一頁 31頁 那個圖裡面我說沒有畫進兩樣東西 上次上課的時候就講了 第一個沒有畫進去的是國民大會 不畫進去是有道理的 反正呢 他是太上謊了 他控制這些機關 因為他說 基本上我們是民主國家 那基本上我們要靠過人民 太上謊現在不見了 變成人民自己更好 那總統呢 你就要等於在行政上面畫成總統 等於說總統現在實際上已經掌握了行政部 好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內容 那為了要讓我們的課程進行比較順利一點 我先把相關的條文先唸一遍好了 這樣子呢 等一下我們後面來講真修條文 就直接看真修條文 有哪一個人上次幫我唸 我說你唸得很好 跑在哪裡 那一位跑到哪裡去了 我已經忘記了 有嗎 有人要幫我自願唸條文的嗎 好 有嗎 有舉手啊 有就舉手啊 快點啦 麥克風要讀給你了 沒有的話那我就要點名喔 好 我們隨便 有人嗎 好 來 請 我們先 對 我們就直接唸條文 然後我會叫你暫停 你就等等跟著我走 好來 62條 62 等下62條是立法院的定位 如同每一個章 那一章開始是定位是一樣 上次我們看過行政院53條 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現在我們看第二個 立法院呢 立法院怎樣 請繼續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 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 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夠不夠清楚 他是最高立法機關 他怎麼來的 他有些什麼樣的權利 基本上立法院就是行使立法權 好 接下來什麼叫立法權 請繼續 63 立法院有益決法律案 預算案 戒嚴案 大社案 宣戰案 共和案 條約案 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上次講過 行政院院會 要開 要討論什麼 請看58條第二下 58條第二下 是他跟立法院的關係 所以這兩個會長的一樣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凡是要送到立法院去的 行政院會都要先討論 基本上是兩個是一樣 對順 好 64 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一 左列規定選出之 一 各省各直轄市選出者 其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 其人口超過三百萬者 每滿一百萬人爭選一人 二 蒙古各蒙旗選出者 三 西藏選出者 四 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 五 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者 六 職業團體選出者 好 這一項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是不是從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 想想看 國民大會要不要選 所以國民大會有沒有這樣的規定 是不是在二十六 二十六 六十四 還有原本按照憲法需要選的 是監委在九十一 他們都有很清楚的規定 像這種事情是我們憲法直接規定的 所以是憲法保留之項 如果我們不用憲法規定 會有一些好處也有一些缺點 好處就是說呢 很有彈性 比方說我們說立法委員的總額 以法律定值 那立法院調整了 立法院改了 立法院總額 那立法院就改了 如果我們寫在憲法裏呢 就沒得吵 沒省沒縣 蒙古西藏 應該怎麼選 很清楚 這是他優點 他的缺點呢 就是碰到像我們把大陸丟掉 在台灣地區就選不出 足以開會的這三個國會 所以還記不記得第一次憲法徵修條文 你們現在可以跟著翻 第一次憲法徵修條文 是不是在施展七十四頁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凍 把這三個條文動起來 丟到冷凍庫去 有沒有看到 第二條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一國大 二立委 三間委 他們是不是全權按照在台灣地區的方法來選 唯一的例外就是 有全國不分區多少人 遙遙地號稱代表大陸地區人民 就這樣子 不然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解凍 好這個是有一個了解就好了 至於細節我想已經不重要 因為我們只有第一次第一屆立法委員 第一屆的民意代表是按照這個規定選 以後再也沒有用過 以後大陸人間大陸也不照這個規定選 所以這些規定已經成為歷史了 好往下第二項 第二項 立法委員之選舉及前項第二款至六款立法委員 名額之分配 以法律定之 好因為有的是寫的清楚的多少人多少人 有的沒有寫出的 沒有寫出怎麼辦 就用法律來分 那這裡呢就有一定的空間 好再往下65 第65條 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 其選舉於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完成之 想想看我們是不是在12月選立委 因為他們在2月1號新的立委 新的一屆要開始 所以基本上是照著憲法的規劃在做的 那要注意的是原來立委規定任期三年 老師曾經講過這個規定看起來很好笑 為什麼任期那麼短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 因為他要跟行政院互動 所以OK 簡單的講是立法院選出以後 行政院長不能掌握立法院的機會 當然是有 但是很小 因為你上任的時候55條 你一定要能掌握立法院的多數 他才會同意你上任 同意之後 我們引號 一般政治學上叫蜜月期 蜜月期不可能太長 好 但是我們說三年 三年半年很短 你比方說跟你蜜月一年半 然後一年半以後 我們就開始鬧事情 鬧事情就一直會有複議的問題 複議你要推倒他也不容易 不過大家忍耐一下 三年很快就過 又可以重新再選一次 所以雖然沒有解散立法委員的權利 但是立法委員任期很短 所以你最怎麼無效率 也不過那些三年 下期馬上就可以改選 所以憲法的設計 原初 這是我講的 我沒有去看到他們的文字 我覺得張俊麥這些人 是有頭腦的 也就是說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這麼困難 大家對這個憲政體制 有這樣大的爭議 但是我們又要開始行線 那怎麼辦 我們要找到一個 至少是可行的方法往前走 注意立法委員是連選連任 沒有任期 沒有連選的限制的 好 因為他是民意代表 好繼續 第66條 立法院設院長 副院長各一人 由立法委員不選之 好 這是立法院主要結構 對不對 有立法委員人力選 院長副院長怎麼辦 互選 67條 第一項 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 立法院裡面 一定要有委員會 因為立法院 怎麼樣都太大 所以有委員會 就可以分職來監督 比方說內政委員會 可能監督像內政部 還有其他幾個部 看他什麼分 總是會比較容易處理 好第二項 第二項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內部 不是在院會被選 而是在委員會被選 好 院會主要是針對行政院的官員 68 第68條 立法院會期每年兩次自行集會 第一次至二月至五月底 第二次至九月至十二月底 必要使得延長之 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立法院 跟其他國家的國會比 我們的會期算長的 當然一般來講的比較是 會期長的 表示這個機構是重要的 如果這個是咸牙門 三年開一次 四年開一次 會永遠不要開 像國大 選了總統以後就沒事了 等到下次再要選總統的時候 再選國大 然後再來集會 集會完畢又沒事 所以他們是無幾次 那你看68條的規定 看起來我們的立法院 開會的時間是很長 二月到五月 九月到十二月 而且還可以延長 那現在實際上工作做不完 加上內部的這個增長 所以經常最近這些年 延長會是正常的 好 繼續 第六十九條 立法院欲有左列情勢之一時 得開臨時會 一總統之之請 第二 二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你把六十九條 去對照前面的國民大會 你就知道 國民大會要開會很不容易 基本上他沒有辦法自動 就是故意把他壓著 我知道你是會爆炸的火山 我平常不去啟動你 把你壓著 但是立法院不一樣 第一個你剛看到六十八條說 他自行集會 他不需要總統召集 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形 需要開臨時會 要嘛總統之請 要嘛立法委員四分之一 他可以自動 我自己願意開會 好 七十條 第七十條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 提出的預算 你要做好人 我比你更會做好人 你說軍公交發一個月 我說發五個月 我看你會不會垮 這樣大家來自肥嗎 所以這個事情 還是要有一個道理 你不能為了討好選民 你就看國家之堪 那國家就這麼大 國家就這麼多稅收嘛 所以他已經注意到 我們看到各國的做法 已經注意到 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自肥的不會只有這種 但是這是典型的 其他的我們不好說 但這種情形 我們把它卡住 好往下 七十二 七十一 對不起 第七十一條 立法院開會時 關係為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得列行陳述意見 好 這一條文在什麼地方 哪一個解釋裡面 曾經出現過 這個很難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解釋 討論過這個問題 五二零嗎 嗯 好像好像不是五二零 應該比五二零早很多 對 嘿嘿嘿 那個規定是在哪裡 是四六一嗎 還是更早以前 三八七嗎 三八七裡面是講行政院 要不要總辭的問題 再想一想看 好像還有一個 好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去想一想看 當時大法官是不是引這個東西 來作為一個例句 來作為一個例證 說他要說的事情 好七十二 第七十二條 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 移送總統及行政院 總統命於說到後 十日內公布之 但總統得依照本憲法 第五十七條制規定辦理 立法院如果通過了法律案 重要吧 那是不是接下來要總統明明公布 因為我們一百七十條講 法律是要經過總統公布 因為他是國家元首 不管你認為他是實權 還是非實權 他代表國家 我們立法院通過了 那國家元首要向大家公告 說我們通過了法律 那總統應該在收到以後 十天內公布 最怕的是總統押在那裡 不公布 這個事情並不是不可能發生 比方說我是一個 很有意見的總統 我就是不喜歡 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我可不可以押著呢 那這裡除了告訴你 他要十天內 這是給一個實現以外 他告訴你可以依照五十七條 五十七條的意思是 如果行政院不要不喜歡這個法律 行政院可以申請總統合格 總統可以把他退回去複議 那換句話說 你退回複議也要在十天以內 這個事情就是不能拖 好 往下 第十三條 立法院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 對院外不負責任 這是立法委員的言論免責特權 這是一個privilege 這不是一個right 如果是right 是普遍的人 大家都可以享有 就right 比方說我有什麼言論自由權 什麼自由權 但是你只有你是立委 而且為了行使你的立委職權 所以晚才特別給你這種immunity privilege 別人有事你沒事 你儘管講 你不會以言激禍 你不會因為講的話 然後就犯了什麼事情 你投票不贊成怎麼樣 明天就不見了嗎 消失了嗎 那誰敢投反對票 所以你不給他這種保障 他沒辦法行使職權 但是他的特權不是只有這個 還有第二條 繼續 第七十四條 立法委員除現性案外 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待苦惑拘禁 這是比剛才還凶對不對 剛才讓你施上責任 施上官司 這種呢 就乾脆讓你消失了 那不行吧 好 只要是民意代表 他是不是都會有這種特權 所以想想看 我們在三十二三四三 國大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這個 那一旦他喪失了 一旦他這個機關 改成非民意機關了 他就不會有這種特權 好再往下 第七十五條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這一條呢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我們是內閣制 那通常不會有這個限制 那我們是內閣制 又有這個限制 所以這是很奇怪 所以張軍邁說 我們不採用典型內閣制的規定 所以大家說我們是修正式內閣制 這個規定的影響兩個 第一 它會影響到立法院 跟行政院之間的互動 如果我既是行政院的部長 我又是立法委員 所以我一個人有兩個身份 我今天走這邊 明天走那邊 看我哪邊需要 我去哪邊 這樣子聯繫是不是比較方便 所以行政立法的互動 suppose會比較良好 但是我們現在呢 因為是五權憲法制 我們也不是典型的內閣制 所以在當時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們不希望他們關係太密切 畢竟它是行政跟立法還是有點不一樣 我們不是完全是由立法來控制行政 或者反過來說是行政控制立法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適當的規格 所以這個就沒有讓他這樣規定 第二點呢 當然 你如果說立法委員不能兼任慣例 也跟著會產生一些其他的推理 立法委員如果不能兼任慣例 還可不可以兼任別的 這個上次我一開始就講過 五權分立制度下 基本的設計是要讓人員不能互相兼任 讓權力跟權力之間保持一個距離 不要角色錯亂 利益產生衝突 功德利益產生衝突 好 第76 第76條 立法院組織以法律分之 這個條文看起來很奇怪 立法院的組織還要用法律規定 法律不是立法院通過的嗎 是不是 那你不這樣寫你要怎麼寫呢 你注意看這個同樣的條文 61條有沒有 行政院的組織以法律定值 有沒有 然後司法院的最後一條 82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組織以法律定值 是不是 那第八章 考試院 考試院的組織以法律定值 監察院有沒有類似這一條 106條 監察院的組織以法律定值 逐漸 憲法上機關的組織 通通需要法律保留 通通都是法律規定才可以 這個不能讓你隨便規定 因為這個組織要有一定的穩定性 而且要有一定的透明程度 好 我們到底 剛才已經念過了 謝謝 那我們現在回到講康來 那我能快講我就快講 首先呢 第一個部分是立法院的定位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條文 62條說立法院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 最高立法機關 首先各位如果還記憶的話 就是76號起司 大法會說 國民大會 立法院 監察院 就其職權 還有它的選任方式 都是選舉的 共同相當於其他民主國家的國會 好 那你如果夠清楚 你就馬上跟我玩 文字遊戲啦 老師 他們是共同相當於國會 那你現在說它是最高立法機關 那這兩個有沒有錯 我跟你是共同 就一定要共同 三個共同 因為我就不可能是最高了 好 那這個事情是可以摔開來講的 我現在只說它是最高立法機關 那立法的功能是什麼 是下面那條63條 剛才講了 所以我只是講 在這個範圍裡它最高 那其他的監察院 我們有監察院的執掌 國民大會 有國民大會的執掌 我們只是說 三個機關的選任方式 加三個機關的執掌 加起來 相當於一個別的國家的國會 那因為我們把這個 武權 把權力拆分得比較細 所以我只能這麼講 所以應該說得過去 但是我上次講過了 76條解釋以後 立法院報復 就給大法官帶了緊褲咒 就制定了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我上次講還有印象嗎 這個警褲咒 就讓大法官很難動談 大法官以前解釋 做憲法解釋相對容易 只要大法官全體二分之一就可以通過 有了這個規定呢 有了這個執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就不一樣了 它規定你要有全體四分之三的出席 然後出席成員四分之三的同意才可以 表面上看你說 當然了 憲法解釋很重要 所以你們應該慎重其事 反過來看 只要有極少數的minority 它就可以block你的majority 你缺我這票你就過不了了 所以大法官的解釋就變得非常困難 大法官為了要做成解釋 就一直不斷地要compromise 你要說這個事情是好還是這個事情是壞 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現在講就是它有這個影響 好再下來呢 我們過程在修憲的過程當中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沒有 前幾個禮拜沒有完全的時間講這個事情 國民大會是不是一直在發展 而且國民大會也設了議長 在別的國家要議長 一定是個國會它有議長 所以國民大會也認為 它應該也是第二個或者是第一個國會 例外約可能算第二個 不管哪一個誰是第一誰是第二 所以當時看起來好像是我們要走雙國會道路 但是後來國民大會因為修憲膨脹的太快 也衝過了頭 所以有大法官499 然後接下來它就變成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後來國民大會結果走進歷史不見了 好 那現在呢我們就變成一院治國會了 在這種情況下呢你們就要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別的國家是兩院治國會 那我們是一院治國會 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替你們回答 但是上次老師的圖形上面有講過 我們再看一遍 在哪裡呢 32頁 32頁的左邊 美國的立法權是由眾議院和參議院分享的 而兩院之間呢 必須要用完全相同的內容通過 才叫通過 意思就是 眾議院要 參議院可以不要 參議院要 眾議院可以不要 他們彼此之間有一個內部的相互制衡 你可以說美國的自信先賢很有遠見 他知道這種凡是說我代表人民的那種機關呢 通常是非常狂野的 你要怎麼制裁他 你要怎麼壓抑他 就讓他們自己內部不相自控一下 簡單講 我們剛才看那個圖形 是不是三權之間還有分離 但是三權裡面 立法權裡面自己有個制衡 好 那現在我們只有一院 所以你可以自己回來想一想 我們對立法院是不是很難 有效的讓他們自己產生制約 立法院內部很多排行 立法院可以集體發布怎麼辦 好第二件事情 在這裡我們講說 立法院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 要注意上次我們講的那個國民主權原則 那這裡看他講義的2.1 這裡上次在國民大會的時候已經講過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的2.1.1跟2.1.2 原來老師是用了這個美國學者的說法 說一個像英國是所謂的一元民主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眾議院的選舉 選完了就決定了一切 美國呢是二元民主 因為他除了有這個總統直選 然後也有人民選舉 和參眾兩院的議員 那這個當然二元跟一元 這裡面其實還有一些爭議 就是有牽涉到直接民主 跟間接民主的問題 那簡單的講就是修憲這件事情 在美國這個一般的情形 是不會隨便由這個普通的代議士來替你行事 這個是一個高軌道的立法活動 一般的法律是低軌道 就是平常立法院自己決定就好 但是要修憲它的程序很難 而且跟一般的立法程序不一樣 你可以從大陸法系的話說 這叫做剛性憲法 憲法很難修 修改的程序自訂的程序都跟立法程序不一樣 它比它高 那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呢 自憲是人民作為國家主人意志的表現 所以通常我們會認為修憲是國家主權的形式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說立法委員不是代表人民 它是代表人民 那這兩個之間有個高低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立法院的法律是不能抵觸憲法 立法院原則上照我們現在修正的追求條文 它只能夠提出憲法修正案 最後能不能通過要由人民 國家的主人 國民主權的掌握者來說過還是不過 所以這個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立法院呢 它說通過法律它就通過了 當然我們人民還有別的方法 那上次老師講過主權呢 有對內跟對外的兩個面向 對內它也是最高的 那這個對內的最高呢 如果照我的理解 它是要分成立法主權跟政治主權來說的 政治主權簡單的講是比較接近孫松山先生講的 選舉罷免創之復決 那立法主權就是它定的法律 對我們就有拘束力 那它之所以能夠拘束我們 是因為我們同意被它拘束 所以一定是我們的政治主權先發動 我們選了它 然後它才會取得立法主權定出法律來拘束我們 反過來講 像中國大陆的憲法 你可以看看他們的人大是選的嗎 他人大也通過法律啊 他的法律也有拘束力啊 可是他沒有像我們六十三條 六十二條這樣子講 他沒有辦法有人民選舉 所以嚴格來說 他不能叫做民主國家 他也沒有實行立憲主義 好另外一個問題呢 看講義的2.2 行政跟立法之間呢 會跟這個產生一定的關係 簡單的講呢 就是所謂的依法行政的原則 上次我們講過德國 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的規定 法律要受到合乎憲政秩序的據數 那麼行政要遵守法和法律 那基本上行政機關要依法行政 所以你不管有沒有行政 向立法負責這個約定 不管你有沒有 內閣是有 總統是沒有 你沒有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有依法行政 這樣才能確保你是一個法治國家 你是行政權 你要發動 你要問你有沒有立法的依據 尤其是我們上學期講 我要透過行政權來限制人民的自由 剝奪人民的財產 甚至於現在是沒有 但是以後如果萬一它剝奪你的生命 這些都需要有法律的依據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有法律保留 那法律保留要記得 不是只有一個樣子 我們是因為上個學期講過了 443號解釋 如果你有印象 如果沒有沒關係 老師今天講講義的那個解釋要準 還是附有443 大法官解釋那個法律保留 把它變成了層級化的法律保留 就有些事情要限法保留 有些事情是法律直接規定 有些事情是法律可以授權 行政機關以命令來加以規定 還有一些事項根本不需授權 是行政固有的家產 它自己就可以決定了 它可以發布判施比方說 就它主管的法律是什麼意思 它可以解釋那個它主管的法規 那這個就是它的固有權限 它不帶法律授權 但是它會產生不同的效力 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這個樣子 我們說法律保留 我們這麼解釋 讓它變得有彈性以外 還要記得上禮拜我講的 從比較憲法的觀點 大多數的國家對於法律保留 基本上是沒有界限的 也就是說立法者可以立法的事項 不會有什麼限制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只要有一個限制說 你立的法律不能抵觸憲法 那如果憲法已經有規定 那就屬於不能抵觸的 如果憲法沒有規定 通通都是沒有立法犯的 那我們現在這邊的話說 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講 是重要事項都是屬於法律保留 那中央法規標準法 我講過好幾遍了 你要去把第五條找出來 其中它說下列四項因義法律定制 包含是國家機關制組織 像我們剛才看到各個月的組織 憲法規定要用法律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什麼其他 主要是立法院認為重要的事情 立法院都可以用法律來加以規定 所以沒有一個這個立法保留的上限 但是到了像法國它就不一樣 因為它34條跟37條是平分秋色的 是分庭抗的有設計 34條先把規定說 哪些下列四項是國會的立法權限 然後37條說 凡是不是屬於34條國會立法權限的 都是行政機關可以用命令加以規範 所以命令跟法律就處在幾乎是相同的位階上 因為命令被限制的範圍 不是那個範圍的我都可以用 法律被限制的範圍 不是法律規定的都可以用命令來規定 那這個是很特殊的 一般的國家不管你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 都是法律保留幾乎是重要思想都可以理 沒有什麼限制的 我們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日本是這樣 英國更是這樣 好了 那這個講完了以後呢 大概就知道 那至於說授權明確性 那就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是用法律來規定 他說什麼什麼什麼事項 授權行政機關也命令禁止 那這個授權 為了使他能夠負責 並且能夠受到拘束 你不可能是空白授權 華國鋒 拿到一條條子 毛澤東寫了 你辦事我放心 辦什麼事 什麼事都可以假針灘 他中間拿出來 這樣不行啊 這叫空白授權 我們希望法律的授權要明確 上次往事講過 如果忘記了再看一下 那這邊有附的解釋號 基本上很難做到 但是不是沒有要求 就是立法要授權行政機關去做什麼 那授權的目的內容範圍一具體明確 簡單講是這樣 那具體個案裡面 怎麼樣具體明確 是可以討論的 我承認這個對大訪問來講 是很困難 因為我們有時候確實很難掌握 所以它到底要多具體多明確 好 那至於憲法保留呢 就是這件事情是憲法直接規定了 所以你就沒有空間了 像我剛剛講很多都是憲法規定的 那又比方說憲法第八條 是不是 24小時之內 都要移到有關法院去接受審問 所以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被剝奪 在行政機關不能超過24小時 這件事情是憲法規定的 那就是憲法保留 那大法官也因為這樣子 根據這個做了392號解釋 說我們的檢察官沒有羈押權 你不可以檢察官屬於行政部門 檢察官屬於法務部 法務部屬於行政院 你不要說我們大家都是法律系 只是我呢 考上了考試以後 我選擇當法官 你選擇當檢察官 我們當年是在一塊受訓的 那是一件事 但是我們的工作是分開的 我們的工作代表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你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政官 你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但是基本上你是屬於行政部門 我是說檢察官 法官是屬於司法院 是司法部門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憲法規定呢 是人被羈押要24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 法院不是移送該管檢察機關 所以檢察機關也要受到這個拘束 因此我們所說 檢察官沒有超過24小時以上的 羈押人犯的權利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呢 你說你是最高立法機關 那能不能抵觸憲法 那你做的這個立法 跟我們大法官的解釋之間 是一個什麼樣的互動關係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一個今天有關的解釋 這邊從哪裡開始 那個在最後一排那個紅衣服 穿紅衣服 對對對是你 好麻煩你唸一下405號解釋 大家跟著看一下405 405我有放進來嗎 有好謝謝 好不得於越憲法規定 這個是沒有爭議的 但是不得於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 這是大法官講的 你們注意到 我們只有說法律不能抵觸憲法 法律有沒有抵觸憲法 是由大法官來解釋 我們只有這樣講 憲法的明文 那我們現在405號是大法官 第一次告訴他說 欸你們立法院啊 你雖然有很大的立法權 可是你不能 你講也不能跟我大法官所做的 憲法解釋相比住 這個旁邊呢 老師不是有知 62號62條 還有一個四字278 這個解釋號碼是278 才是正確的 如果你們現在手上 應該是不對的吧 對不對 把它改一下 278號解釋 是這個案子的前身 我以前講過一次好像 那我這一次沒有講 所以我用簡單的話說一下就好了 不是287 這不知道為什麼打錯了 這個案子呢 我們先把它唸完 然後我等下再來給解釋 是怎麼回事 但今天沒有了已經講完了 就這麼簡單 那對不起了 那我也不記得這麼詳細了 有興趣的話 去看那個老師的權力分立 權力分立信論的 卷二的第一篇文章 卷二的第一篇文章 大體上是這樣子 這個我憑我的記憶力講一下 我今天忘記 我以為我有錄 這個278號解釋呢 開始的時候呢 是我們公務員體制做了一個改變 我現在要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能不能回答 你們小學的時候 如果你是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我不能討論 公立學校的小學 公立學校的中學 你們除了有老師以外 有沒有行政人員 有沒有什麼管會計的啦 管總部的啦 管人事的 這些人以前都不是公務員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知道他在那邊 可是你們知道他是不是公務員 不是公務員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經過國家考試 及格而任用的 早年都不是 到278號解釋呢 就是出現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呢 是韓忠諾先生 他以前是台大法學院的院長 後來當大法官 是大法官嗎 不對 當司法院的副院長 那個時候 他在當全訓部長的時候 他說 按照現場的規定 這些人 反而都應該是公務員 取得國家任官資格以後 再到各個公立學校去擔任 這些行政工作 會計跟其他的會計有什麼不同 你在學校當會計 跟你在機關當會計 有什麼不同 你在學校當人事 跟在其他機關當人事 有什麼不同 所以應該都要這樣 好 他說我們要去舉辦這種考試 問題來了 現在在學校 當時在學校裡面 很多人已經工作了幾十年 他們都沒有資格 你要講到南京的話 他們都是黑官 那他已經站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他就規定說 我們要考試 然後考試及格以後 就把你轉正 那問題是 考試沒有及格的怎麼辦 那這個是牽涉到很有趣的觀念問題 你認為這個要不要溯及既往 你們以前不是 但是你們已經當了 那我現在說 按照國家的法律 你們都應該是公務員 取得公務員用資格 那你才能當 那請問我現在這個規定 要不要溯及既往 如果我溯及既往 那不得了 那你全部都是 前面那些服務年資 通常都不能承認 比如說你做了三十年 你馬上就要退休了 可是他現在改了 那三十年你都沒有取得 國家公務員任用資格 所以你現在這三十年 五年資是算還不算 我不太可能這麼狠 年改是另外一件事 年改是非常少有的 例外的 溯及既有人的地方 那這個他不改 那不改那怎麼辦呢 好那我就是沒有 我就是沒有考上 我考不過 那就那個法律裡面規定說 如果你沒有取得 在一個考試以後 你沒有取得資格 那你就只能 在原校任原職 聽得懂嗎 你願意在哪個學校 好那你擔任什麼職務 那個職務呢 你就不能動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過了幾年呢 被法院覺得 這不太合理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這些人 是不是比老還要老 你不能動到 那這會不會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你是校長 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也不能把他免死 你也不能把他換位子 他只能在這個學校 擔任他原來的這個工作 好 所以就透過立法院去修法 立法院不真的修法 立法院修法以後 就把這個條件放寬了 好 278號說 只能在原校任職 只是大法官講 然後到了405號解釋的時候 立法院修了這個法 把這個意思改變了 大法官說 不可以這麼修 我講的是憲法解釋 這是憲法的意思 這個呢 你們覺得聽起來 是不是有點奇怪 好 所以去想想看 看看倦二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 基本上像這樣的事情 是應該要盡量避免 因為你說你做憲法解釋 現在是一件事 但是憲法解釋 跟立法之間的關係 要怎麼樣互動 是另外一件事 我舉一個例子講 如果我們換一個態度 是不是比較可取 我們大法官講完了 說是這樣 這是278號解釋 那麼在沒有更改法律以前 請你們大家都遵守 那你也知道這個法律是 我這樣講 那你如果立法律你不同意 那你去修法 好 如果你可以修法修得過 那你再來幹嘛 所以405號是不是這樣來了 我一定也說你不能告 如果你說不能告 沒有405 可見278號解釋的意思 可以用另外一個新的解釋 來加以挑戰 這個上個禮拜有人問過 說大法官如果解釋錯了怎麼辦 我說還好呢 你可以申請補充解釋 可以再解釋 記不記得282是國民大會 是無解釋 到299馬上說 你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 你吸水 類似這種例子太多了 那統判的情形 比較特殊 是立法院可不可以不同意 大法官的憲法解釋 講的內容 然後他去修法 你總不能說他不能修法 那修法了以後 你們大家不同意 你們再來告法 再來申請解釋 那大法官的立場 就是比較僵硬說 我講過的話不能動 那我的意見是沒有那麼絕對 你講過的話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情勢變遷 你都不讓他動 這樣行嗎 畢竟他是民意機關 所以405現在還適用了 沒有被推翻 但是大法官 我的理解 我講的不見得對 但我的理解 沒有再引用過405 做成任何新的解釋 這次解釋我已經批評了 當然像我這種選擇是很少的 大多數人只會告訴人 大法官解釋 他就是句號 那我的議場為什麼會說 我說這是權力分立 但是是一個動態平衡 它是可以轉的 好像輪子一樣會轉的 這一輪到這裡 大法官說了算 我們最後說了算 但這個輪子還要往下轉 他如果真的轉了 立法院真的修法了 那你可以再來搞 那大法官也不能說 因為我以前講過 你不能抵觸我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法律就不能動了 這個法則就不能動了 聽你一下 沒有永遠不能動的事情 立法院後來修法以後說 這種人是可以在學校間調 把原校打掉 比如說你是人士 你原來是A國小 調到B國小 仍然認人士 但是你只能在學校裡 因為你沒有公務員任用資格 你不能進機關 但是這樣子慈狼大意 A國小可以調到B國小 你們知道你們現在還小 所以你們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 我只講四個字 你有沒有聽過 人地不宜 這四個字有聽過的舉手 我看看 你呀你聽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人地不宜是在講什麼 這是一種 我再簡單講一句 這是一種術語 就在公務界 它是一種術語 它在描述一種情況 叫人地不宜 你說說看 就是那個人跟 就是有點像 就是那個人不適合 那個地方 對 這個人不適合那個地方 你不能把他調到那個 不適合他的地方 他換地方的時候 你就活過來的那種感覺 我不是 沒有你後面講的意思 人地不宜的意思是說 他是個人才 舉例啦 他是個人才 但他就跟你合不來 你換個地方就可以了 這樣你聽懂 這是我們一般的術語 就是我們有時候呢 怎麼講 你要說他大過 他也沒什麼大過 那你要說他優秀嗎 就是卡卡的 這種人怎麼辦 換個地方嘛 這樣聽懂嗎 你們現在是 因為你們從小 在家裡長大 你們沒有工作的經驗 所以我跟你們這樣講 你們聽不懂 但是你在A學校 待得不愉快 換到B學校 會不會好一點 就是這樣嘛 人地不宜 也不見得就是說 你有什麼問題 就是合不來嘛 這個時間 跟這些人就處不來嘛 好像在你們小學 有沒有轉過學 就這個班人不喜歡嗎 這個導師 我跟他就是不合嘛 兩個人就是對衝嘛 我換一個嘛 可不可以 這就是人地不宜 這種概念 這種情形 是有可能的 常常會有 人跟世之間 是會動的 好了 以上這樣講 可以了 回到我們剛才講 所以大法官這個部分 你說他是最高立法機關 你又是四線機關 那是四線表示的意志高 還是立法機關表示的意志高 就有一個405號的解釋 那再下來呢 如果人民 現在以前沒有 現在有了 公投法 人民依照公投 表示的意見 那要不要聽人民的 這就先是到 最近蘇貞昌講的話了 啊 三接你們去投嘛 通過會你們通過 通過我們警工參考 這個會有爭議的 簡單講 所以我剛才說 人民意志的表現 或者人民主權的表現 國民主權的表現 主要是兩件事 或者應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修憲 第二件事情是公投 公投裡面看什麼 比方說 立法院現在不定的法律 人民創制的立法原則 立法原則 照公投法是有拘束力的 雖然你實際執行的時候 有解釋的空間 因為人民通過的是原則 原則有沒有解釋的空間 你認為這樣符合我 如果這樣還差一點 可以找 但是你這個原則是有拘束力的 人民如果覆絕法律 把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覆絕了 就是推翻了 這個法律就不失效了 這個也是有拘束力的 那人民如果不是針對法律 而是針對重要的事項 比方說 英國人要不要脫歐 之前要不要入歐 後來要不要脫歐 以及雖然我是進入歐盟 但是我不願意加入歐元 我要保持我們英國光榮的英棒傳統 這樣這樣不行 像這樣的事情 國會議員不一定敢替老百姓決定的 這都是人民自己決定的 他不是法律 但他比法律差不多 因為那影響很大 像這樣的事情 你說公投完了 謹公參考 人民同意嗎 請懂 所以我不知道蘇貞昌料的話 我希望他不要真的這樣做 當然現在公民團體呢 有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公民團體最近在講說 藻礁請你在我們公投之前停止施工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關鍵的 聽得懂我講話的意思嗎 如果我現在是要跟你搗蛋 你公投是八月 最快是八月 現在還沒有公告 幹下去了 對我已經幹好了 藻礁我都挖光了 我看你們吵什麼 這個事情也很奇怪 這個事情照說 公民團體應該要做一件事 但是公民團體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做 他們要去申請法院 叫他停止施工 他已經呼籲了 呼籲了 白呼籲了 不會聽你的 立法委員也呼籲了 你去看網站 有很多立法委員質詢 公開的要部長承諾 你可不可以承諾 院長可不可以承諾 停止 都不講 那如果我們為了公投 還沒有投到公投 能夠發生異議 那理論上講 是不是應該這樣 是不是要暫停 要不然等你都施工完畢 你加速施工 舉例說 我不管要蓋多久 我先把你藻礁通通挖破 可不可以 那不是完蛋了嗎 那你投什麼投 但這個會使得 我們一個人民要 即將要展現主權意志的行為 歸於無效的 實際上歸於無效 你得頭白頭 那這個當然要 要使他暫停下來才對 像這些都是我們法制上 有些漏洞 上次老師講的那個 如果你們有來的話呢 就已經聽到 那如果沒有來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 我不是中天的什麼人 我跟他沒有關係 不要誤會 我只是講制度 那個NCC 中天不予換照 那中天不是提了告嗎 中天說要求要請求 假處分 讓他可以在沒有訴訟 沒有確定之前 繼續維持五十二平告 但是我們現在的制度很難 假處分或者假扣押 類似這種緊急處分很難 那我說這個案子 其實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你看我才剛剛講 那是一月的事情吧 你看現在就已經發生了 他已經把五十二分給別人了 所以你中間告一個有什麼屁用 你難道叫華氏吐出五十二嗎 你有這種本領嗎 他為什麼要吐出來 他是任在NCC合法給他的 為什麼要吐給你 那你告什麼告 你的訴訟完全沒有意義 你說法律保障你訴訟 決定可以告啊 去告啊 這是騙人的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要討論到這種緊急的 不管你叫緊急處分 還是保全處分 這種權力 你要按照實際訴訟的情形 要重新去做一些規劃 我們一些傳統 一些想法 太過於傳統 太過於保守 沒有辦法因應這種特殊情形 像我剛剛講的 早叫的是 我們也沒想過 但是現在公民團體提出來 老老是說 這種時候 如果在英美法院 英美國家法院 他們的法官是比我們積極的 他就會直接做 但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們法官常識起來 受到依法審判 法律沒寫哦 我怎麼敢判 好啊 那是保障人權重要呢 還是法律重要 這次又可以討論 那法官的立場是相對的 比較保守 好了 那六四五上次講過 就不要再講了 可以了 那還有一點 第六要注意 你說你是最高 但是不要忘記憲法 給了你一個限制 因為我們憲法有中央地方權限劃分 中央地方的權限劃分 主要是表現在 立法權的劃分 這些事項是屬於中央立法 這些事項是屬於地方立法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你才是最高 屬於中央的立法權 你是最高的立法機關 但是如果你侵害了地方立法權 理論上講 大法官應該出來才殺生 因為是我們憲法要求的 中央地方分決 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學期的 14講到15講 我們會處理到 那我現在只給你們一個例子 769號 現在講義上沒有 在6的部分 老師只講109條 110條 我沒有加上 你們把它寫上 769號 對不起 769號的解釋 上次老師有講過 我再講一次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這個例子是地方議會 要怎麼選議長 很有趣的是呢 每一個黨 包含國民黨和民進黨 我不知道你們其他的黨 他們在在野的時候的主張 跟他在朝執政的主張 就不一樣 那現在的地方可不可以自己 比方說我是雲丁縣 你是台中市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來規定 我們這個地方的議長選舉 要記名還是無記名 這件事情 需要由中央統一立法來決定嗎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情 屬於地方的立法權 那中央就不可以介入 你不可以立法院說 我是最高立法機關 就明白 你的最高 是在你的權限那裡最高 你已經跨越了憲法 給你的權限 你其他地方自治了 那這時候你就不是最高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最高 它覆了一堆條件 你不然你不能抵觸人民主權的心思 所以你那個最高 也不是這個最高 另外請看第七點 有關事物本質的限制 比方上是老師常常講的 Bill of Attender 這個很難翻 我現在在要你們看的那篇文章裡面 我是把它翻成制裁個人的立法 這個是比較接近它的原意 我可不可以通過一個法律 赤某某人死 我可不可以通過一個法律 赤某某人罰款三百萬 我不法別我專罰你 我討厭你 立法院討厭你可不可以 那這裡面接受幾個有趣的問題 第一 立法的本質 是不是要求要普遍 向將來都能適用 這叫法律 所以你依照大學法 很多人都可以適用大學法 你不能說只是有一個人能用 那這個叫法律嗎 這能叫法律嗎 還是你認為這叫判決 我判你死 我副讀你三百萬的法金 我課你三百萬的法金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這樣的法律有沒有正當性 這算不算是立法權的濫用 第三個是權力分立 我們現在講的問題 如果你認為它是司法權 它就不能由立法機關行使 你立法只能是抽象的 一般的像將來原則上將來 極少數極少數例外 可以有限度的塑集計劃 那你現在這叫法律嗎 你針對一個人 針對一個特定的個人 或者特定的政黨 現在我們碰到的問題 就是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 那個按照它所定義 它要追討黨產的對象 表面上有十個 包含民進黨在內 但是你把那個其他的條件加進去 比方說民國34年8月15日 取得的財產 那些政黨要嘛沒誕生 要嘛已經不進了 所以你說來說去 這個條例表面上看 十個政黨都有的用 但是實際上 只有一個黨能用 那就是中共國民黨 那你可不可以定這種法 那你看去看那篇文章 你看到老師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學者之間是非常錯亂 因為黨產條例是立法奇葩 我們沒有一個法律 像黨產條例這樣的 所以這對所有學工法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你沒有碰過的東西 我考你一下 看你會不會寫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們去看看怎麼講 然後有關於 塑及計畫的7.2 美國的憲法是靈文規定 法律不能是 不能是制裁個人的 法律也不可以是塑及既往的 但是呢 這是憲法 美國憲法的靈文規定 也就是說 美國人一開始就知道 這個法律這種東西很恐怖 你是個大地主 你不要得罪了立法者 他會把你華盛頓的家 通通給美國收掉 他通過這個法律就沒了 那美國人說這不叫法律 這個是裁判 裁判如果是司法權 那只能用司法機關行使 你不可以有立法機關行使 這違反權力分立 也違反實質正當程序 那也違反所謂立法的事物本質 另外一個就是 不能有塑及既往的立法 那這裡要先講一下 大其他幾種情況 第一呢 一般的理解 最嚴格的情況 是牽涉到刑罰的塑及計畫 現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不構成犯罪 明天通過的一個法律 塑及到今天生下 所以對不起 你今天做的事情 明天的法律通過了 你今天這個也構成犯罪 那你就跟他講說 沒有啊 我做的時候那個法律 沒有說這是犯罪啊 那你不夠聰明 你不能畏捕欲來 誰知道你沒有想到 明天他會通過一個 塑及既往的法律 如果我這樣跟你講 你會不會覺得很歐 誰有這種 遇捕未來的能力 如果這樣我們都變先了 我們就不叫人了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人不可能預知到未來 所以法律 不可以這樣塑及既往 塑及既往的法律 不公不義 那現在就牽涉到我們寧感 你們做了三十年公務員要退休 國家的法律修改 說啊你退休金不能這樣算重算 欸你說舅東方隊 我當時男生 你不是這樣跟我講的 他誰知道你不知道 啊 早知道你改行了 那你早知道改行了 所以這個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另外一個我們 有些情況之下 也會有一點困難 我剛剛現在講的是七八一到七八三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講義裡面 有一個七一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這個呢有一點環境法上的問題 但是我們盡量把環境法的色彩降低 我現在只要講他做吉祭王 講義上有七一四嗎 好來下一位 剛才那個 欸對對對 你找旁邊的人也就可以 請 大聲言 七一四 怎麼了 好 簡單稱叫做土污法 好 他規定什麼 這些條文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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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是規定 好繼續 於 於本法施行前 你發生污染或地下水污染 你污染其污染 適用之一 好注意到這句話嗎 這個法律是八十九元定的 他說我不管 誰叫你已經污染了 那你通通都要適用 通通要適用是什麼意思 你要去負責整治 用我們普通 就非常一般的話講 整治是什麼意思 這個案子是牽涉到 台檢 中石化的台檢廠 大概在台南 台南市裡面 那整治土壤污染 這不是一兩天的事 整治土壤污染 要花很長的時間 而且要花很多的錢 所以什麼東西都好污染 土壤跟地下水 千萬不要污染 這非常難做的事情 好了不管 反正已經很多人 在那邊埋了很久 那我不管 我八十九年通過了 我說 在本法施行前 已經發生污染了 也都適用 好繼續 集中 其中有關於 本法施行前 已發生污染 或地下水污染之 污染行為人 使用之部分 既對該法施行後 其污染狀況仍 繼續存在之行前 可以規範 但會抵觸法律 不塑及既往原則 好到這裡就好 他就是要說 這個不塑及既往 沒有抵觸塑及既往 你們認為這個有沒有塑及既往 行為時就對了 行為時 比方說三十年前 沒有這個法律 他沒有要我整治啊 那這個法律 比較麻煩的 有趣的是 他是盯著土地 不盯人 你現在來到一塊地 你誰叫你沒有去仔細貪查 哇哇 這個地呢 是被公告為 污染整治場子 你完蛋了 你不但是不能蓋房子 不能養育 不能做什麼 你還要投資去整治 你說這懂嗎 這不是我害的 管你的 法律不是這樣寫了嗎 沒有看懂嗎 結果你看我們大法官說什麼 它是指這個法律施行後 污染狀態能繼續存在的 那不是廢話嗎 如果這個污染狀態沒有繼續存在 你就根本沒有這個法的適用 這個問題不是這裡 問題是在之前 在我行為時沒有這個要求 沒有這種規定 以後你八十九年立了這個法 才有這個規定 那你可以說 從八十九年以後 污染的都要用這個 不是 你說八十九年以前 污染也要用這個法 這差到哪裡去了 結果你大法官問講說 我是指這個法律施行後 這個污染狀態還繼續存在 你是在避重救星 你沒有回答我 我問的問題你沒有回答 我關心的你沒有回答 我關心的你沒有回答 跟講的是別的 你看到大法官解釋多厲害 看看老師旁邊問的問題 製定在後的法律 你們旁邊有寫這條字嗎 有嗎 沒有 那我先講一下 你願意寫也可以 老師跟你們討論 製定在後的法律 我們把它塑及適用在 前死已經存在的事實 比方說土壤或地下水的污染 為什麼 照大法官整號的解釋說 為什麼沒有觸及沒有抵觸 法律不塑及往原則呢 這裡是跟真正塑及寄往 和不真正塑及寄往有關嗎 這裡他好像想要套的概念是 不真正塑及寄往 因為這個情形是在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線是這樣 剛才講的這個 現在我們講不講松石化的台檢廠 他可能從民國70年就關掉了 但是大概比方說我們政府來民國38年到70年開始 那之前他有日本人 我不管他怎麼算 反正就是之前 那這個是89年 如果你要說是法律不真正塑及寄往 你可能想要講的意思是 這個狀態 立法是這樣的立法 但是之前就有 所以他一直持續存在 如果你是要這樣講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這個責任你確實是塑及了 因為在這之前沒有整治的責任 沒有法律要我整治 我也不需要管 但是現在 你現在這個法律開始要整治 然後你要求我要這樣 那你認為這個沒有塑及寄往 這個能夠用不真正塑及 和真正塑及來解釋嗎 這個要想一想 這個東西跟上個學期 一開始講有一筆解釋有關 717 我們現在先不講786到783 717也是公務員退休金的問題 想想看那個事情 兩個事情一不一樣 總之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現在在台灣討論到法律 塑不塑及寄往 目前是有一些個問亂 我不認為大法官解釋是那麼清楚的 你再看一下下面的解釋理由書 第五 來請繼續 大法官說為什麼不不叫塑及寄往 為什麼應該要不長職整治責任 請繼續 《圖污法》 有嗎 你有這段嗎 剛才 快 解釋理由書五 《圖污法》 對這點我同意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 把這個責任 克到我現在持有土地的人的身上 我沒有造成它的損害 這不是我的事 只因為我現在買了這個土地 我就倒霉了 可以嗎 繼續 這句話你有聽懂嗎 他意思是說 整治這件事情很重要 保護環境很重要 所以叫你付一點整治責任 撈一點錢出來 很公平啊 你們同意不同意 如果你是原始行為人 你當然可以認了 但如果你不是原始行為人 或者你土地所有已經產生了移轉 好 我現在在旁邊跟你們問一個問題 本件的污染人是忠實化 他原來是國營企業 後來因為政府的政策 他就轉成上市民營公司了 那麼細徵的 你認為這種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情形 對於不知情的股東 你買了他的股票 公平嗎 其實怎麼講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 這不是那麼簡單的兩句話 這沒有辦法 總要找一個人來負責任 不是國家負責嗎 那就是看誰倒霉 誰買了他的土地 誰負責 然後呢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講說 一民國八十九年的才算 八十九年已經冷氣 四十年造成了土地污染 那通通都要算 雖然不是你行為 不是你行為 也有點任務 誰叫你來到這個 那他負責只適用於污染行為的人 怎麼只適用污染行為的人 他負責只適用污染汁 污染行為人的適用汁 那買到地點為什麼也算 現在他這個法律的規定 我的理解 我們可以再查一下 他主要是盯住現在的土地使用人 持有人跟使用人 因為其他人沒有辦法來追究 那你現在這個地 你就要負責整治 那即使這個不是你污染的 那也沒辦法 像我剛才講到 你現在是忠實化 這個土地現在是忠實化 忠實化過去是國家的 所以是國家當然要負責 他現在已經變成民營了 那你是股東 他如果賠財 你要不要跟著賠 他如果因此要花一百億 你的股票是不是 就因此要損失 那麼大的金融 要投進去 那你說這個 你可不可以不認 不行啊 他就這樣 那你可以主張的理由 只剩下說 這個是搜集既往 對我來講不公平 那你拜訪 這個法律實際上規定 那現在就是要大法官解釋 這個法律有沒有危險 大法官是宣告他和諧 其實這個在美國 有個類似的案子 類似 也可以考慮一下 他們是怎麼處理 好了 我們講到這邊 然後個別性的法律 7.3 這個在520號解釋出現 個別性的法律 老師的文章有寫了 剛剛叫你們去看 比方說 我是針對一個特定的事件 記住 不是針對特定個人 而為立法 舉例說 核四當年吵得沸沸揚揚揚 不管你是要蓋核四新建法 還是要蓋核四拆除法 隨便你 這特定的事件 可不可以 可以 要比方說最近三交 假如蘇貞昌政府 連同他所能主導的立法院 他真的發狠的話 他就馬上制定一個法律 叫三交新建法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他針對一個特定的事情來立法 這不是立法 不是憲法所禁止 這在520號解釋裡面有 那我們在個別性的法律裡面看起來 現在真正用的上 只有319槍擊事件 那個真調會條例 這個是585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585 這585號的解釋 非常複雜 老師有一些文章 在權力分立信論裡面 有 我也不會逼你們去看 因為這個實在是比較難 但我們先講一下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呢 要說到2004年 你們在座人2004年出生了嗎 幾歲了 三四歲 2004年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2000年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一次政黨政權輪替 就是國民黨丟掉了政權 然後是民進黨上台 那阿典上台以後做了四年 他在2004年要競選連任 319那一天呢 320要投票 319發生了槍擊案 他跟李秀有雙裝中彈 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真相不明 兩個人都說他們是受害者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說 你們叫受害者 誰是受害者 那受害者怎麼沒死呢 還繼續當總統呢 肚子上兩顆子彈 你看他有痕跡啊 反正你們去看這個有興趣去查一下官網 或者查一下什麼 你們會發現這有非常多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那這個案子呢 就是槍擊事件發生了 然後當天呢 這個記者會 這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描述是中性的 我希望是 我希望不要增加了什麼其他的主觀色彩 這個事情發生在下午 大概兩點多 那就馬上台灣這麼小 新聞就開始爆了 大概五點多左右 五點左右 晚間新聞是六點六點七點 五點多 那時候的 我記得應該是 總統府秘書長 還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叫做邱毅仁 那他就說總統中彈 好 那記者問他說 那請問子彈是在總統身上嗎 就是重彈 總統重彈有很多種可能對不對 就第一個總統死了 那他說總統還沒有死 那總統重彈是 子彈打中總統 還是打中總統的衣服 還是怎樣 這一差別非常大 明天就要選舉了 而且阿扁是屬於落後的 那時候的背景是落後的 所有的民調顯示 連送配是贏的 那現在就發生這麼一件奇怪的事情 也沒有辦法說清楚 阿扁送到醫院去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訪問到他 那真正存出來講話就是 就是邱毅仁 那記者問他說 那請問 總統 子彈是在總統身上嗎 邱毅仁非常有趣的回答說 他已經向前走 不回答 他講完他要講的是 然後向前要進去 他回來說 那你說呢 那你也走 回眸一笑 留下無虛無限想像空間 那接下來呢 那有人在南部嘛 所以 宋楚瑜正好在南部競選 他是副總統候選 那 現在連送陣營就說 那重彈呢 趕快去看看到底怎麼是啊 好 他就趕快去南部那個 不知道齊美嘛 齊美音樂嘛 去看他怎麼回事 欸 結果呢 總統專機已經起飛 回台北了 好 那這樣不行啊 那連戰說 好 那我馬上去觀點看總統 總統已經休息了 好 兩個都沒看了 再下來呢 馬上民進黨宣布說 因為總統重彈了 這是國家重彈安全事件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停止所有的造勢競選活動 民進黨停止了 國民黨下來了 那怎麼辦 好好便停止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 現在下面這個事情 就你們去看 我看到報紙是這麼講 說 南部地下電台 南部的地下電台 開始炒作 說這是老共大的 這是老共的什麼什麼 就開始講這些事情 好 反正民間就會有民間的發酵作用 第二天就選舉 選舉的結果呢 阿扁呢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一個 所以這個兩顆子彈造成了選舉翻盤的戲劇性效果 這就是現實 那麼現在阿扁當選了 大家正在吵說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時候國民黨在立法院還是多數 好 這個時候就制定了一個 319槍擊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組織條例 這個名字很糟 但是意思夠清楚 我們要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我們要來查這件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 要還給人民一個真相 簡單講就這樣 好 那我們看看呢 這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這個立法 怎麼樣被大法官宣告為違憲 來下一位請念五八五 下一位 下一位是誰啦 動作快 我們選定就好了 老師 立法院調查權內立法院行使其憲法之選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利 基於權利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的法制制或事項 並非毫無限制 除所任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善訪所附於制權有重大觀念之外 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之權受善訪之保障者 即非立法院所的調查之事務範圍 你可以想像 立法院 國民黨多數通過了這個法律 他要組織證調會來調查319槍擊事件的真相 當時行政院長還有總統當然是反對的 所以就申請釋憲 那現在第一個問題是這個證調會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你要非常廣泛的說 我們憲法容不容許 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以外 單純設立一個針對單一事件的調查機關 如果沒有這個證調會 那你想這件事情是不是警政署查 是不是有關的情治單位應該查 假如我們現在不牽涉到國安 那最正常的情況是不是警政署應該查 當時警政署署查是誰 侯友宜 這些人都還在任上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故事 那如果侯友宜查 你認為查得清楚嗎 我講話有夠明白嗎 這跟水門案像不像 現在適案的人是總統 現在我講適案的人是有點難聽 就是牽涉的人是總統 因為總統說我是被害人 那現在有種說法是你自己自導自言 可是被害人 為什麼不讓人調查 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那現在呢 他是牽涉到他跟副總統 然後你讓行政部門所屬的不管是調查局還是警政署來查 你認為能查得清楚嗎 那你認為查出來 大家會相信嗎 還是你覺得應該要搞一個 類似像美國這種獨立檢察官 不受到任何人控制的 然後大家來查 大家相信 所以當時的想法發想是這樣的 好 但是你剛才唸的這段話 你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意思 這段話的意思呢 是這樣子 大法官說 證調會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而設置的 那就表示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這就要聽清楚喔 你覺得這個論證你能不能接受 所有的機關是不是都要有組織法 所以所有的機關都是立法院通過法律叫他設立的 是不是 警政署也有組織條例 調查權有組織法 這都是立法院設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那是不是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如果你的邏輯是這樣的嗎 那如果不是 那為什麼你說是立法院通過一個法律 那在調查這個事就是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這是前提問題 但是這個帽子一旦戴上去以後 下面的論證就不一樣了 好他先認定你是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所以你才立這個法 好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他首先講的下面講的都是合理的 如果你是在行使調查權 那你是不是 調查權是輔助性的權利 我們剛看六十三條 你主要是立法 誰叫你調查 所以你是為了立法而調查 或者為了通過預算而調查 為了通過條約批准條約而調查 為了行使同意權而調查 諸如此類 那所以它是輔助性權利 所以第一個 所得調查的對象 當然應該有出限制 而且你要行使調查權 必須跟你立法院的立法權 有重大關聯 這是這種合理 好但是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那我請問 立法院有權利調查319 調查319事件嗎 跟你的立法權有關嗎 但極可的答案是你根本不能設置 好再下來還沒有 來繼續 剛才另一位繼續 怎麼了 如於具體案件 作所調查事項 是否屬於國家機關 不定性協助權 或行政特權之反抗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反抗 因否接送調查 或公開得有真知識 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 一群合理制服禁協商解決 或以法院一定 相關條件的程序 由司法機關協力解決制 這句話你讀起來是什麼意思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如果是在具體個案 它能不能調查 這兩句這兩段要合起來 我說585 可能是有史以來 僅次於520最難的案件 這個難有很多 一方面它本身很複雜 二方面它高度政治性 第三個呢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論證 從我現在講 三個東西 你是看不清楚 你必須要回到585的案例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是非常鼓勵你們做一個案子 做一個客戶作業 你們自己去上官網找到大法官585號解釋 從它的申請書開始看 申請書會講誰誰誰來申請 為什麼申請 它會講故事 然後你從那裡面你去讀 讀完以後你給我寫一個你的心得 什麼心得看你怎麼寫 就是你讀585號解釋以後的心得 你可能告訴我585號解釋 有哪些地方你認為是沒有說服你的 或者你告訴我585號解釋 你讀完以後你的整體感覺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中的故事 你要怎麼寫都好 就是我要讓你去看看585 585是一個很難的 但是很有趣的 而且真實發生的故事 好 那你把這剛才 剛剛念的這兩段合起來 第一段大法官是說 你立法院如果要行使調查權 你必須要是跟你的立法司權有重要關聯 你才能行使 那我剛剛問的問題是 那立法院如果照這樣講 立法院怎麼能調查319降低事件 有重大關聯嗎 所以可見立法院沒有再行使調查權 他是設一個機關 讓那個機關去調查 這不行嗎 立法院可不可以設置個調查局 犯犯的調查事情 立法院可不可以設置警政署 犯犯的維持治安 也接調查有關犯罪事項 那這本案319太複雜了 它有可能國安 它有可能犯罪 它有可能詐欺 它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現在搞不清楚裡面的是什麼東西 而且還有人死 那個兇手 警政署說他抓到的兇手 但是大家 第一 你抓到兇手 大家覺得太好笑 太讓人匪夷所思了 第二個 你沒有直接的證據 你抓到的那個人已經死了 那個是游泳高手 居然死在食堂裡 聽得懂嗎 他是游泳高手 他是不知道救生員 為什麼 他居然死在食堂裡 而且全身纏滿了漁網 這是怎麼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說 他說兇器找到了 是一把槍 你沒有直接的證據 也沒有他的指紋 你說有一把槍 在裡面說這槍是他開的槍 你怎麼讓大家相信呢 所以這是一個羅生門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這件事要不要查 那要查這件事情 怎麼就變成是立法院 在行使調查權 立法院不能通過法律 設置機關 讓機關查這件事情 不可以嗎 現在懂我講話的意思嗎 好 那現在不管大法官第一段說 如果你要設機關 就是你要行使調查權 你要行使調查權 你就必須跟你的立法治權有關 然後接下來告訴他說 你要調查的 你一點是泛泛的 你不可以針對個具體個案調查 如果個案調查的話 你要想清楚 這個要嘛是司法機關 要嘛是別的機關的權利 不是你立法機關的權利 立法院可能會回答你說 我自始至終沒人要調查 我只不要設個機關 讓他去調查 因為所有國家機關的組織 都必須立法院通過 所以我通過一個法律 我叫他去查 怎麼變成我查了 跟我沒關係 這是一件事情 再下來呢 最重大的事情 為什麼立法行政院要反對 這個牽涉到這一些 真調會的委員 從哪裡來 好在下一位 請繼續 好跳過本院4-3-2-3-2-2解釋 英語補充 這個585號解釋 到了這裡 他已經把325號解釋放大 325號解釋 以前有講過 但是如果沒有 你等一下自己去找 在這個講康裡面 解釋要自利用 他就是說 在監察院已經改制 因為有修憲 改制不是民意機關 那即使他沒有改制 立法院為了行使職權 他仍然有一定的文件調閱權 只限於調閱文件 他沒有辦法傳人來 但是585說 可以 你是可以傳人來 好 這個都不重要 重要的 比較難的是呢 這個真調會的委員 要怎麼產生 好下面跳兩段 細徵條例第四條 你開始來 下一位 細徵條例第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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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獨立行使職權 第三 只對人民負責 不受任何機關指揮監督 大法官說 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不可以這樣 這是你要行使掉的職權 不受任何機關 包含你嗎 不可以 你不是在任何機關裡 你一定要管 你看這個立法院 是不是碰到這樣的大法官 很頭痛 我已經說 不要受我監督了 你說不行 怎麼說呢 其中 其中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 細徵不受立法院以外 機關指揮監督 聽懂了吧 大法官 硬是把他叫到 吞回去 不受任何機關 不行 是你設的 是你在行使調查圈 你不能另外 你一定要接受你監督 好 再往下 第四五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 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 違反法令 或其他不當年行者 得盡管會全體委員 通知二以下 不必 暫停 這句話什麼意思 這個委員會不對任何機關負責 那委員會如果行為適當怎麼辦 好 你們自律 不是這件事嗎 你們自己三分之二把它開除 好 大法官說判斷得散 繼續 關於真調會委員 除民事規定 並非排除 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 是免事權 聽懂嗎 我說你要管 而且你要免事 你不可以排除 我不知道立法院 碰到了這個 是不是真的是 不知道是誰跟誰講 激動壓講 還是什麼誰跟誰講 反正立法院很無奈 立法院只有一個意思很清楚 就是我要查這件事情 但是呢 你卻不讓我查 簡單講是這樣 好 那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認真的回答到 那就是我剛才一直強調 他跟他這個委員的組成呢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這個委員是怎麼組成的呢 那你們要回去看一下嗎 還是我們現在要在這裡找一下 你們現在手上如果有585號解釋 可以看 585號解釋 我相信在本書裡面 一定別的地方我有講到 我只是現在不曉得在哪一角裡面 現在呢 是有講到 他這些委員要怎麼誕生 怎麼產生的方法 我來看一下這裡 來 我用唸的 你們去注意查一下呢 解釋理由書的第四段 解釋文的第四段 不是理由書 解釋文的第四段 我講一下 一 真調條例 真調會條例 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本會設置委員17人 由第五屆立法院各政黨黨團 推薦具有專業知識 深入卓出的公正人士組成 並由總統在五日內任命 這意思夠清楚了 是立法院的黨團來推舉 沒有行政院的份 這跟上個禮拜講613 NCC組成沒有行政院的份 我說613是後來的事 585是第一次 就不要你行政院來任命 因為你任命的人我不相信 因為你要調查的是行政的最高所 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別的方法來 別的方法怎麼公平 照立法院的黨團 立法院有很多黨 我們黨團來推薦 然後第二項後段 各政黨應該在等條例公布 或五日內提出推薦人選 預期為提出者是為棄權 然後第十五條第二項 本會委員除名 或者因故出缺的時候 由原來的政黨黨團 在五日內遞補 然後第十六條 第二條即第十五條 那麼應由總統任命者 總統要期限內任命 換句話說 這些事情就讓真調會委員的任命 是可以脫離行政院的控制 那他的要求就是黨團 那黨團要照他的比例 簡單講就這樣子 那大法官說不行 你們既是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這些人你就要受你的監督 不能排除 你也要免職不免職 也要你來決定 然後你這個委員的任命呢 你不能說黨團通過就直接報總統 行政院不行 要由立法院決議 然後要由立法院院長為之 這樣才是憲法制所選 所以這個帽子就是剛前面那個帽子來的 好 那這個案子在我們權力分立裡面 比較重要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點 請問你們 憲法有五權 我們能不能在五權以外 針對一個特定的事件 我剛剛說 這是個別事件立法 成立一個暫時性的調查機構 它只有調查權 它沒有審判權 案子還是要回到法院來審判 它每個月 每調查到一段時間都要定期公佈 然後向大家報告 向全民報告 同時也向立法院報告 但是要向大家公開 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這樣的機構不行嗎 為什麼不行 大法官沒有從權力分立的觀點去回答 大法官一開始就說 這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為什麼通過 因為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所以從立法院調查權開始 給他戴一大的帽子 戴進去 那立法院只要回答一點 只要針對一點回答 其實就夠 我沒有再行使調查權 我通過這個法律是因為 國家機關的設置 必須有法律依據 法律是我要通過的 我通過它 我要它自主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 它不受任何人干涉 然後它做完什麼事情 向大家報告 然後任務結束 它就結束了 那哪裡跟文立法院有什麼關係 文立法院有什麼利益 要去調查 唯一你能講的利益就是黨派利益 因為立法院當時多數都是國民黨 他們覺得這件事情太奇怪了 你一定要講利益只有這樣 不是立法院職權的問題 它沒有再行使什麼審查 什麼其他的東西 沒有 然後這個解釋做完了以後 然後呢 要注意的是呢 它還有後續 這個後續呢 我們講義上也有 是在633號解釋 633號我講義沒有錄 好沒有關係 有633 你們如果沒有現在把它寫上 585後面再加上633 也就是說這個 跟613號解釋類似的情況 大法官對於國家憲政體制 是有重大的影響 不是只有31261不是 像現在這麼嚴重的問題 這個案子因為585還有633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組成一個引號 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所以我不敢說是不是一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果 就是現在這個案子 沒有辦法回答 319槍擊事件的真相 永遠查不清楚 你們覺得這個有趣的話 你可以去找房間還有書 有很多319槍擊事件的調查報告 包含真調會本身 有幾本調查報告 那裡面有一大堆的圖片 你看他臉的肚子是怎麼回事 反正你有興趣你就去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就對了 那我要你們去思考的就是 比較難的 我們按照憲法 真的不能在五院之外 針對特定事件 組成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嗎 為什麼 房財委員會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他覺得這個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現在黨產會 黨產會現在被告 你們已經看到完全核線了 然後這個是有趣的 那他當時沒有黨產會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對比 那你現在要去做對比 你可以把黨產會來調一調 不過黨產會跟這個事件 本身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就是 國民黨到底有多少非法取得的財產 這個事情基本上是 是怎麼講 它是 它是不太可能產生什麼變動 但是真調會調查的319那個事情 時間經過以後 是很難查的 就是這麼距 什麼都找不到 你們不是還記得那個美國那個 叫做什麼 李昌鈺 他不是回來 他也提一個報告 你可以把他報告拿出來看看 你看看他有沒有回答是誰殺的 反正這個事情是太有趣了 就是 你們有讀過以前讀過 敗官也使說 雍正死掉所以頭不見了 有印象嗎 說是被什麼血滴子摘掉的頭髮 不知道是什麼 有這種說法 但是你去想想看 每個朝代是不是都有一些 解答不了的謎團 這就是我們這個朝代的謎團 不是嗎 有人把他回答 直接要回答你發生什麼事情 它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你們去看那些圖片 反正這個是 跟羅生們 結束了 不講這個了 講這個我永遠講不完 來我們現在要看一下 立法院的職權二 立法院的職權呢 最重要的是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那你們回去 要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找出來 然後對著老師這個條文 看一下 那現在這個時間有限 所以我趕快講 第一個立法院 是不是有法案的議決權 法案有三種 很多種 第一個叫做法律案 法律案很清楚吧 就將來制定成法律的 那這裡面要注意到 他怎麼樣規定提案 行政院當然可以提案 各主管院都可以提案 上次講過四十三號 一七五 然後呢 立法委員本身也可以提案 主要是寫在立法院議事規則裡 好這是提案 提案之後是不是要審議 所以要去看職權行使法 第七條以下的規定 有幾種案子 是一定要經過三讀的 那法律案是其中之一 法律案要三讀 第一讀怎麼讀 第二讀怎麼讀 第三讀怎麼讀 我現在講的很簡略 你要去把那個條文找出來 你不一定要當立委 但是你要知道立法院 現在在玩什麼遊戲 你一定要照老師的話去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調出來看 第一讀呢 就是主席在院會裡面說 有一個什麼什麼案 讓我們交付 什麼什麼委員會 好不好 好 交付 所以一讀 主席宣布按由 宣朗讀按由 然後交有關委員會審查 所以一讀會主要是在委員會裡面 審查的程序 那審查完了以後到二讀 這是一般的情形 但是有一種快速通關的情況 他念完了以後 有人提議 然後說我們禁付二讀 就跳過一讀 就沒有委員會 就直接到二讀 二讀是在院會 二讀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要逐條討論 尤其像法律案 所以你要修改 也是逐條逐字的去修改 那第三讀會呢 是只能夠對二讀會所通過的 做文字上的修正 不能去改變它的意思 基本上是這樣子 只能做文字修正 那有的情況下呢 它實際上也不只是文字修正 你看老師講義裡面講的 在99年4月的時候通過一個個人資料保護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律 但是我今天不是專門上這個書 我不能講這個 那個裡面有個第二條第二項 這個第二條第二項呢 我講一下它的情況 這樣我覺得我這個不講 你們也沒有辦法聽懂我舉的例子 個人資料保護法 就是顧名思義在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什麼叫個人資料 凡是有關於個人的都是個人資料 你去哪裡就學 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家裡的財產 你去醫院看過的病例 你的存款 反之有關於你的都是個人資料 好 那個人資料保護法 就是要保護個人資料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資訊時代 所以有人會收集你的個資 所以你會接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簡訊 對不對 然後知道你常常去買哪一種三角褲 他就一直告訴你這種三角褲有新品 有沒有 你常常習慣看什麼 他就一直給你廣告 一直叫你買 因為你那些東西都已經中了 他有的要嘛是cookie 要嘛是店員把你的資訊給別人 說這個人買的很多 好 那以後就給你看 你們仔細去想看 你們會接到很多訊息嗎 你覺得他怎麼找得到你 好 所以有人要收集 第二個呢 要處理 收集拿來以後 是不是要把它建成一個Data Bank 然後要用什麼方法可以很容易找出出來 男的35歲有哪群 女的40歲有哪群 然後收入多少有哪群 所以有很多人會天天問你說 你每月做多少錢啊 你做什麼事情啊 你喜歡什麼 要小心 他都在收集你的個資 他你的個資收集得越詳細 他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到你的消費的Packet 他就有辦法讓你上鉤 接下來呢就要利用 利用通常的情形是公布 記不記得胡志強那時要選市長 有九個穿白袍的醫生站出來說 我們大家不能選他 因為這個人健康狀況堪餘 剉雷蛋 還記得那個故事嗎 大家說說 你們醫生怎麼可以洩漏病人個資呢 你怎麼知道胡志強剉雷蛋呢 這個醫生怎麼回答說 他不是我的病人 只不過我們是醫生 我們正好知道 這真是笑話 你看我們台灣的個資 你覺得他沒有用 你真的不要小看他 你有一天要選總統 他很有用 有人會拿出來對付你 所以個資要保護好 你小時候有沒有不裸照 不雅的照片裸照 洗完澡脫光的照片 有沒有 小心 你現在不選總統都沒事 選總統他就會出現了 所以個資不要隨便給別人 尤其現在一旦給出去以後 你收不回來 他會永遠儲藏 而且無限流傳 你現在說請你三教 對不起三教之前 我已經給三百人 三百人傳了三萬人 三萬人傳了三億人 看理性不精彩 精彩才有人要幹 不精彩沒有人要幹 但是你選總統 不精彩也有人要幹 那是另大別論 這樣聽懂了嗎 好 那這個條 這個法律裡面 第九條 看一下第九條規定是什麼 我順便講一下 這條條說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 這裡講是私人 就非公務機關 然後呢 收集不是由當事人 提供的個人資料 你再收集 收集個資 不一定要問個人 你收集 從別的地方也可以收集 那這個時候呢 他說你不是向當事人取得的個資 那麼你在處理或者利用 比如說公開以前 你要向當事人告知 因為他是主體 他有權力控制他的個資 這是我們認為的權利 所以你要問他 你要告訴他 這個資料從哪裡來的 這個第九條 如果真的實現的話 各位 你們會不會覺得 比較有安全 比較有保障 你拿了我的東西 我不知道沒關係 但是你要使用 要處理之前 你要問我 你要告訴我 你從哪裡來的 好 但是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為告知 可以免除告知義務 其中本來沒有第五款 沒有第五款 現在呢 臨時加上第五款 條例已經通過了 第五款的規定是 大眾傳播業者新聞 基於新聞報道的公益目的 而收集個人資料 這是你最害怕的 他說 本來沒有這個條文 他就要告知你 他才能拿去 他現在說 我不能告知你 我告訴你 我的新聞來源就曝光了 那我以後怎麼當記者 誰要告訴我 那你還要密文 聽懂又聽懂 但是現在沒有加 本來沒有這句 但是已經通過了法律 好 我們現在不講這個故事了 回到剛才那個 那個講剛來 沒有怎麼辦呢 已經通過了 本來不是說 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後 二讀通過三讀 三讀通過就不能帶動了嗎 好 沒有關係 他還有一招 這一招叫什麼 複義 看到那個複嗎 注意這個字不要寫錯了 中文是難的 這個複義 國文進講好幾個複義 有沒有 五十七條的複義 是一個複義 那個是reconsider 這個複義其實 一樣的意思 他也是reconsider 但他寫不一樣的意思 因為這個複義呢 是在立法院議事規則裡的複義 好 立法院議事規則 你們要自己去找 但基本上在四十二條到四十五條 四十二條我記得是就有 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在下一次會 三讀通過的同一次會 或者下一次會 我們剛剛通過對不對 但是我馬上提出複義 我說搞錯了 好 現在要加一款進去 所以就加了剛才的第五款 所以現在新聞傳播業者 如果他不是向你收集個資 他要使用 他不需要告知你 從哪裡來 這個條文是非常緊張的 我知道加進去 很多新聞業者說 這個侵害我們言論自由 我的新聞自由 但是不加進去 現在寫成這樣 不要告知我們 現在是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你從哪裡來的 這個有趣的事情是呢 在美國到現在為止 法院好像並不支持 新聞傳播業者 有不公開資訊來源的權利 基本上我看到的案子 基本上是不支持 那這個境界會不會改變 也有可能 但是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江田有清楚了嗎 好了 後續就通過了以後 怎麼辦移送到總統 總統要不要公布 剛才唸過條文了 但是立法院移送到總統 沒有一個實現 只是說總統收到以後 十日內要怎麼樣公布 沒有說立法院通過以後 多少天要移給總統 那有關復议的規定 上個幾節課以前 在我們講徵修條文的時候唸過 那相關的細節我就不講了 原來憲法沒有規定 徵修條文把它加進一些限制 也就是讓立法院有定期 覆議 針對覆議案做表決的義務 如果不限期不表決 那麼原決議 立法院通過的原決議 就視為失效 這樣逼立法院要做 那現在這裡比較有爭議的問題是 如果今天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法律 比方說50條 總統可不可以 和可行政院長說 只針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那個部分挑出來 我去覆議 其他部分我都接受 這個部分我不接受 可不可以 這個問題呢 看下面老師的講義 請你們去看這一篇文章 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 很難讀的文章 我講簡單的結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說 這是一個package 你不可以把它拆分 當時你提案的時候送來 然後表決是這樣的表決 那你表決通過以後 如果總統要退回覆議 也必須是整批退回去覆議 如果總統只退回去 當中的某個 他們英文叫做Line Vitor 用我的白話稱叫做部分否決 我只否決的那個部分 我不挑全部 我挑那一部分 可不可以 部分否決 部分覆議 聯邦最高法院說 不行 因為這樣的條文 對國會不公平 我們通過是全案通過 如果你對這條意見 你當時就不會通過搞不好 我們是一個package 你沒有理由說 你要的拿出來 你要的都接受 你不要的挑出來 退回來 他認為這樣子是不公平 因為他們的法案通過 一定要是 國會參眾兩月 有相同的文字通過 才要通過 然後送給總統 是這樣的 總統你要否決 你要全案否決 可是注意 我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32條 准許 我們可以就通過的法律案當中的 一部或全部進行複議 這個問題在台灣 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雖然老師寫的這個文章 基本上寫美國 我沒有特別討論台灣 但這個問題 其實是個宣法議題 好 第二 預算案 預算案也是必須要三讀通過的 然後剛才看過的 預算案不能為增加支出的提議 相關的解釋自己去看264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征修條文的規定 征修條文的規定 現在是在第八條 下一位 麻煩你念一下第八條 征修條文的規定 來 留下預算的部分 來 找到了沒 動作快 4200 4504月 4504月 除了年度通案 調整除外 單獨增加報酬或待遇 因此戒指 好就好了 國民大會那個廢掉還不講 江醫師聽懂嗎 我是立委 我說我工作很辛苦 我們調薪好不好 好 下月開始調薪 每個月多加五 你們選我呢 我代表你們呢 我有名義啊 可以嗎 這是我典型的自肥 所以我們鄭修教我們說 你要第一要用法律 你不可以用決議 決議很容易 法律比較難三度 第二 而且總統可以退回副議 說不定 第二 你要的話要通案 年度是通案 那可以 一年一年 如果不是 那你要從下屆開始 下屆你不見得選得上 雖然實務上 立委當選年任的比例很高 在任的 現實的在任 比例很高 新手進來 這個市場 比較難 那是另外一件事 總是你有公平的選舉 所以叫你選不贏 算了吧 好不好 現在還有一個故事 有沒有印象 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聽過 有一個叫 9A立委案 聽得懂還聽不懂 沒有 沒有聽過 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9A立委案 我這次發生什麼事情 今晚重新開機 什麼意思 為什麼 我每次找到精彩 就有人要來跟我打蛋 這是不是匪諜 誰對我真的有興趣 來來來來 我搞不好是真的被監控的對象 是不是 我的電腦常常做到一半 就當機 關鍵時刻 屢勢不爽 算了 好像設定可以 沒有了 不要動了 你看一下 人家會說你這個人太碰烘了 不要 來 我現在跟你講一下 你們看一下這個有趣的事情 注意我現在講的條文 自己抄起來 這是立法院組織法32條 32條後面有個副表 好 你們知道立法委員怎麼喝康法嗎 立法委員的興奉 這是立法委員職權行事 我等一下看那個條文 是哪一個條文 你們規定 但是呢 是每個月月奉9萬5千塊 公費9萬5千塊 這兩個都是相當於部長級的待遇 我們立法院113個立委 就113個部長 合計19萬5千塊每個月 另外全年年終 平均是1.5個月年終獎金28萬5 所以合計起來年資薪資250萬 不只是這樣 另外依照立法院組織法32條這個副表 它還有下列補助費 行動及自動電話補助費 每個月1萬2千塊 文具郵票費每個月1萬5千塊 郵費每人每月600公升的汽油費 國際交流事務費每年兩次 一共每一次20萬 看你要飛哪去玩 那麼服務處租金補助費 你有服務處租金補助費 每個月補助2萬 所以我說你是現任的 你當然比較佔優勢 因為要跟你競選 他要自己想辦法去搞一個服務處 拿去哪裡搞2萬個月 還有委員健康體檢費 每人每屆新台幣5萬6千元 還有一個辦公事務費 14672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14672個 太巧了 反正這樣加起來每年有110萬 這就是我們的立委 何康宏 所以叫6A 不是5A而已 對不對 還不只這樣 等一下你要看 立法院有助理 一個立法委員有8到12個助理 每一個助理編至5萬塊 5萬塊編來以後 你愛選誰當助理就選誰當助理 但是看他決定 他決定 他有決定 不需要考試幾個 第二個 我說編到12個是5萬塊給你 就是六十萬個月給你 那你可以找十個 你可以找八個 你可以找二十個 每個人找三千塊 這是你的事 所以立委助理 很不簡單 立委助理還有高低 不是每個人都是5萬 他邊次邊5萬塊給你 看你要選多少 所以立委 你經常看到 你們如果去參加婚宋企業 你就知道 最常出現的就是立委 身上背一個背心 說是某某立委服務處的 不是立委來攻擊 立委拿那麼多時間攻擊 他的助理很多 他分身 猴子一吹 哇 全身都會 變出很多 那我就跟你講 你相對比起來 大法官就真可憐 大法官只有五一個助理 怎麼辦 法律規定 就這樣 好了 其他的有關機關 我們就不講了 法定預算就是520號解釋 520號解釋呢 很複雜 今天也沒有時間講 好 現在看其他的案子 什麼戒員大赦 什麼宣戰 夠可條約 原則上都只要二讀 聽懂 還有一個是議決國家重要事項 議決國家重要事項 會牽涉到57條的問題 另外要需要注意的是呢 職權形式法第13條 現在老師在講義的那個 阿拉伯數字的15的部分 13條講什麼呢 叫做法案 借其不連續原則 那般人 很多委員會做人情關係 選民要求我 我提個案 這種案子多得不得了 多如牛毛 但是通常連討論都沒有機會討論 沒關係 到了我這一任結束呢 四年 以前三年 現在四年 一結束呢 這樣通通歸零 原則上市 除了預算案 其他都歸零 很好吧 所以法案可以提很多 選民服務的時候 大家很好看 成績很亮麗 但是其實呢 根本進不到議場去討論 好 以上呢 是法案的審議權 第二 請看人事同意權 人事同意權呢 有一大堆人是需要同意的 這列在這裡了 不講了 那第三個呢 是有關於憲法修正案的提案權 那第四個呢 是有關於緊急命令 總統如果行使緊急命令 他有罪認權 相關的程序都在職權行使法 職權行使法 基本上是照我現在講的這些職權 一個職權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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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多少條不一定 然後呢 有一個沒有寫 但是在徵修條文 直接規定的 就是徵修條文第四條 第五項 你們眼睛瞄一下 時間到了 我這樣 眼睛瞄一下 如果立法院提議要變更領土 該怎麼辦 原來領土變更是國民大會的權 我們大概不見了 這個權力已經跑到立法院 好 第六 有關於總統副總統彈劾 彈劾的程序 也在職權行使法 第七章 有關於總統副總統罷免 也在這裡 有關於不信任案 有一大堆有可能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也有一個 那請今天在這個第八不信任案後面 加上一行字 市字735 大法官的意思是說 立法院什麼時候都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不限於常會 提出來以後 只要按照憲法的規定 再提出以後 48小時到120小時中間 進行表決就好了 什麼時候都可以提 然後決算的部分呢 就是相關的規定 是立法院 他理論上 他必須要認可 審計部所做的決算 附帶的呢 就是徵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 你們眼睛瞄一下 說什麼 說是總統可以應邀 立法院有權利 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這像不像美國的國情資文 很像 但是這個條文制定到現在 從沒有實施 請你們去想一想為什麼 是總統怕被丟鞋子嗎 還是什麼 很奇怪哦 我們這個條文 從證修條文到現在好久了 職權行使法也規定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總統 到立法院去提出國情報告 沒有 這樣聽懂了嗎 那至於說總統 立法院委員 對於行政部門的職權權 也是寫在這個職權行使法裡面 文件調閱權剛才講了325跟729 729是另外一個案子 先涉到 那個 克總照 然後調查權就是 585跟633 請我們把這個633 585 633要加進去 好 第三個就是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這個部分呢 你們回去自己看講義就可以解決了 基本上呢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志 基本上是憲法規定 證修條文規定 那麼現在最重要的是 看一下選區可不可以換分改變 選區會改 因為人口會不一樣 選區如果改了 這個是誰要決定 中選會 但是中選會以後 要報立法院同意或否決 立法院要全案同意或全案否決 那罷免的部分上次講過了 如果區域立委區域罷免 不分區的是政黨 上司司格之後就罷免 三三一號幾次 任期呢 從三年征修以後變成四年 配合總統的任期 那現在又只有單一國會 所以老師在文章裡面寫 如果我們現在要增加立法院的制和 我現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讓立法委員呢 九個期中改選 任期都是四年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半的立委 中間有一半會改選 就是我們是間隔任期 我們都是四年 但是每隔兩年 就會改選其中的一半 這是一個方法 當然你會問說 那是不是要增加委員人數 增加我也不會反對 因為113人是太少了一點 台灣這麼多人口 那如果你增加一倍 那就簡單 從哪一個兩年 比方說現在立法委員做了四年 我們到兩年做 那馬上再選一次 同樣的113人 那所以以後都是四年四年 每兩年換一半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這樣子任何一個政府上台 都不能驕傲 跟美國一樣 你現在以為你全部控制了嗎 你是完全執政了嗎 你不要忘記你自己講 完全執政要完全負責 你如果做不好 兩年人民就給你教訓 不必等到四年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這看你們了 你們現在又要修憲 像這種重要的議題 都沒有人討論 現在只有一個18歲 其他沒有議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修憲修到這麼平級 至於說特權呢 老師已經有文章了 也講了401 還有這個435 有關的你們就自己去看 待遇的部分 剛才講立法委員行違法 說立法委員的薪資 是比照部長 那立法委員的公費助理 是8到14人 是寫在立法院的組織法 另外立法院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法律 叫做立法委員行違法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們 要調數來看 今天立法院講到幾個重要的東西 第一最重要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二立法委員 立法院組織法 第三是立法委員行違法 第四還接受到立法院議事規則 你們去看一看立法委員行違法 還有相關的遊稅法 和政治獻金法規定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笑 立法委員說 你怎樣怎樣可以送懲戒 立法院有自律 他可以送到立法院的懲戒委員會 你覺得有用嗎 柯總召還有王金平 當時那個馬王政爭 馬英九跳出來說 如果這個不叫官收 什麼叫官收 好這兩個都官收 這兩個人現在怎樣 有什麼懲戒 有什麼自律 什麼自律法 你剛才這些都是寫給我們老百姓看 它是不會真正發生的 那立法院的組織裡面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除了你們想像的道理外 它有一個法治局 這裡面另外最值得講的是黨團 黨團這件事情是最什麼值得講呢 因為你們要去看立法院組織法33條 這個黨團的存在 據說是王金平的發明 我不知道是這樣講公平不公平 但一般都歸功給他 這個黨團有什麼值得注意的 因為黨團會扭曲了我們現在的民意 比方說立法院 國民黨現在占多少席 民進黨占多少席 但是換成黨團以後 就是小黨馬上也是一個黨團 他一樣可以參與協商 他明明照這個比例 他是輪不進去的 但是因為有黨團 他也是個黨團 他也進去了 然後很多事情都要經過黨團協商 所以黨團實際上是放大結構 又特別是小黨的結構 讓他可以參與 這個到底是不是合理 這個可以討論 雖然立法院組織法是這麼規定 但是現在沒有人提出挑戰 如果有人提出挑戰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利於 政黨政治的發展 好講到這裡 今天差不多大體上次講完 我們到這裡下課 然後有機會看看 我們到這裡下課 拜拜